小三通從開放以來就一直是金馬鵬離島的這個重要接待大陸觀光客的重要渠道 而且是三個離島線的這個經濟命脈 陸客的到金門尤其以金門為例 陸客到金門來觀光旅遊 以內政部移民署的統計 在疫情之前一年金門縣的這個陸出境大概是兩百萬人 但是陸客就佔了高達四成 那由於這個陸客沒有辦法到金門來觀光 現在這個疫情過後 台灣的客人到金門去觀光的也相對是少數 所以現在整個金門地區的這個整個觀光產業 真的是名副其實的觀光產業 非常的慘景氣 非常的這個蕭條 所以本來我們在疫情說疫情本來金門地區 預期說在兩岸疫情和緩 小三通這個到 陸客到金門來觀光以後 可以帶來觀光旅遊的人流 但是呢這個整個 因為沒有開放的關係 造成整個金門 相信馬祖朋友也一樣 整個離島的這個經濟發展非常的這個遲滯 那原來我們交通部預計原來是在三月起要開放台灣團克付那個大陸旅遊 但是在過年前的時候農曆年前的時候做了一個急轉彎 六月開始又重啟了這個禁團令 所以原來本來我們說今年設設定要一千兩百萬的觀光客 因為這個兩岸的旅遊沒有辦法重啟 那交通部就決定下修到一千萬 那這個也造成了台灣地區 台灣本島這邊所有的觀光產業也非常的慘 那觀光的從業人口人數眾多 這個事實上生活事實上也造成了很大的這個影響 所以在本期間在上個月我們國民黨團赴大陸這個跟這個王滬林這個王滬林主席他接近過程中 雖然陸客在這一次只開了一個小小縫就是開放陸客到馬祖做這個觀光的這個旅遊 但是面對520的到來我們新政府即將上任了我們期許賴總統 雖然大陸地出了一個小小的開了一個小小的縫但是為了兩岸未來的這個整個的和平發展 我們何不開大門走大陸主動的就宣布解除六月的六月開始那個禁團令 同時呢鄭豬以往兩岸的交流往來常常用金馬棚離島小三通作為先行先市的這一種 先行先市的這個的這一種經驗 我覺得我們我方這邊也可以先主動的積極宣布開放 台灣的旅客經由小三通前往大陸也主動的宣布大陸旅客 歡迎他們到金馬棚離島來觀光 這樣子不但是對我們金馬棚地區 尤其我們金門地區觀光產業的幫助 事實上也對兩岸和平的這個發展奠定一個好的開始 希望以上國民黨團建議謝謝 是比較圓融 然後跟這個當初在立法院跟不同黨派的委員之間 互動也比較好的 這樣子對後來就以後這個 總統府在這個立法院的相關溝通方面 相信會有很大的這個幫助 總是比像這個國安會 我們的準秘書長這個吳釗燮 這個秘書長 現在外交部長好多了 就是對於這個賴總統 未來在不管是未來的這個 因為他是在國會 執政黨在國會是少數黨 所以我覺得 多多跟在野黨的委員溝通 找到對的人 處事比較這個 比較願意幫總統來說明政策 或是來做相關溝通 在立法院國會做溝通工作的人 這樣對賴總統幫助很大 我祝福何志偉 很不錯 很好 很好的工作 很適合他 所以我們昨天副總召我有看到 他也是在問 重點是 國民黨在野黨團已經退到了 就是說好就是 來報告 然後怎麼樣的問答方式都可以 但是 柯總召卻一直在 談古說金 他就是比較喜歡談論歷史 然後這樣子的話 到底 到底這個是賴清德總統的意思 這到底柯總召有沒有去詢問賴總統 他的意思還說這是只是 柯總召他自己的這個主張 那柯總召這一陣子以來 在立法院的 這樣表現 只是會讓朝野的這個關係 越搞越僵了 對於未來的這個行政院 我們新的內閣推行政策 是不是有幫助 這個要打上一個很大的這個問號 大概賴總召還沒有習慣 我覺得賴總召大概還沒有習慣 表決不會贏 大概 我個人覺得也是有 因為你看你如果這個 禮拜四在協商沒有結論 禮拜五要表決 那表決的話 按照民進黨現在打算採取的 這種焦圖策略就是說 每一個提案都會表決重表 而且會有非常冗長的發言 許多委員會登記發言 我看上禮拜五他們進去登記的情況下 他們是不是試圖把這個禮拜五的表決 一直說拖到禮拜六 那禮拜六我們大家知道 五月十八號我們有很多委員要到這個 這個太平島去這個考察 那是不是會打算拖到大家甚至沒有辦法成形 我覺得不無這個可能 這個是我提案的 這是我建議我們國民黨團提案 這是就是這兩個啊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金門 至上禮島都一樣金馬棚 事實上都就是非常的依賴觀光 那就是本來我們 交通部本來是說六月份 本來之前說要開放這個 台灣組組團到大陸去 但是呢又取消六月份又開始取消嘛 就有禁團令 那對我們我國的這個 太平金馬的觀光產業影響很大 所以我們提案說 是不是可以先開放 讓陸客經由這個小山洪 到這個 台灣來這個觀光 這個也是 事實上 我覺得是在未來這個 賴總統即將商人 也可以對道路地出 相當的這個感染指 地出善意 對兩岸的和平發展事實上是有注意的 你是說陳水扁大力稱讚蔡英文嗎 對 對大概是 總是大概已經有溝通了吧 可能還在等 那現在當然是 既然蔡總委即將做這個 特色的動作 總是 總是要 表達一點感謝的意思 對 我覺得金明年實在太偏頗了 他大概沒有看到當初 在這個擔任 民進黨是國會多數的時候 即便我們在這個各國會討論 不管多少次 最後出來的這個表決 最後出來的那個要表決的時候 全部都是民進黨 柯總召一人 就是指揮 然後連壓過關 至於當初委員會所討論過 各種這種 不管是什麼樣的充分的討論 都是 都變得沒有意義 就是都會被他一樣連壓過關 最後還是 民進黨一致 以柯總召一致為一致 當初我怎麼沒看到這個單位 就批評說 我們國會這個充分討論 沒有用還是被一手遮貼呢 怎麼那時候他們就不提出來批判呢 所以這根本就不是 中立客觀的單位 他們的評論本來就帶著有色眼睛 所以我們不用特別的去去 不用特別去評論 他就是綠色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多多溝通 黨內同事有時候在互相幫忙捍衛的時候 如果不了解 那可能有時候就沒有辦法說得那麼清楚 那兩位多多溝通 我們都是年輕一代 我們國民黨的這個新生代 大家要互相溝通 我們不要在這個時候 內亂 也不要被民黨分化 我覺得 他這個跳進來 我想根本也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怎麼樣主席 等一下那個中央黨部有記者會 那大家可以詢問中央黨部 我要去做提案說明 對 民主長就是吳釗燮嗎 對 吳釗燮 他這個外交官的這個高度 而且他是外交部長 這個用外交部的官方帳號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下去去國安會 當民主長是要幫賴清德找麻煩嗎 我覺得賴清德可能要好好的思考 你說 聽說 他這裡有個真相 說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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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